然後我們現在來拍灑水器系列 這是舊的灑水器 因為就是因為灑水器這邊很多 多處損傷損害 然後無法修 可以修啦只是很麻煩 無法修理 然後造成很多不便 然後舊的灑水器 今天要進行拆除作業 好 這是我們的灑水器 舊的 然後我們今天要拆掉 然後但是因為我本來就是裝新的灑水器的時候 忘記開就是忘記拍影片 所以我現在要拍那個 雖然我沒有辦法拍到那個裝灑水器的過程 但是我現在可以講解 好然後這個是我的那個規劃圖 然後這個是定時器 然後這個是那個橘色框框的是加壓馬嘎 然後黃色的這個是三通街頭 然後這些綠色的是那個灑水器的噴頭 然後淺藍色這個是噴灑的那個範圍 然後深藍色是那個重疊處 然後這個是骨甲 然後這個是在哪裡買 嗯 然後我現在要講我的那個 灑水器的第一期 然後講十字 等級的作品 所以這邊是水 然後這邊是水器 然後沿著這個水管 橘色的水管 然後這個紅色的這個三通街頭 然後再慢慢這樣過來 然後這裡是那個鐵的地方 然後這是圍牆 然後這裡 第一個灑水器 然後它是台式的軟門水器 然後它是台式的軟門水器 灑這兩個 這兩門15 然後 然後 再到就是圍牆上的地上 然後上圍牆之後 再下去 到地上 然後再上圍牆 這裡 這一個是灑這兩門的 然後這邊 因為它灑水的時候 灑溫的時候 它會滴一點水到這裡 它就會喝灑水 然後 再來到下面 然後這個是拆在街頭上面 然後灑這裡 三步 然後這裡是三步 然後這裡是三步 灑水器的角色 因為為了不要讓它灑出來 這樣 然後再移動呢 我們這邊 三通街頭的另外一邊 然後我們這邊 其實是這邊有一個鐵房 這邊是有一個房間 然後內部我還沒有畫好 然後 鐵樁是兩次機 然後這邊有 剛好有一個排水口 然後這邊隔壁 是有一個水溝 嗯 然後這邊有一個排水口 然後這邊就是 本來應該要一個直角 直接沒有畫好 然後 直角處這邊 紅紅的這個 小小的 這個很小的紅紅的這個 是磚頭 然後這是排水口 然後這裡 到這裡 到這裡 這裡是一個灑水器 然後灑三步 灑這顆水 然後這個是火龍頭 不用跑 然後這樣過去 這裡 到一個這裡 然後這個三步的這個灑水器 也是這個 材質 全都是材質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最長的 然後也是材質 然後它是灑90部 好 然後它是灑九層格 灑這一個 九層格 跟這一個樹 這是一個圓團 這樣 然後灑 灑水器 在這邊 這裡 這個 灑水器之灑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這個 這幾顆是 180部 其實這應該可以灑到這邊 因為這邊也剩下這個 然後這個灑水器再繼續轉 這個是有管子 所以用直角比較閒面 然後這個是全龍頭不用管 然後這個是磚頭 紅色的 因為直角兔一定要壓個磚頭或怎麼樣養住 才不會亂跑 這樣才會維持一個直角 然後我們現在轉過來 磚頭 然後這邊有個灑水器 黑入是這個磚 它是短的 然後轉這個單獨 然後這個是長的 然後這兩顆水 好 我現在第一期的路 結束 就是這樣 這樣過來一個大人 一個快要圍層的正方形 這個是短的 這一顆桃是短的 好這裡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這裡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裡 這個是最長的 這個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小 這是中型的 然後這些 全部 你也是 好 然後 這個是短 這個是長的 這邊 好 第一期 好 OK 然後這個定食器 是義大利進口的 然後這東西 就是這邊是可以轉 多久灑一次水 就是要灑多久 然後 如果你現在要手動開水的話 就是轉到這個 五分鐘 它會灑五分鐘 然後卡 就是那個定食器 因為它是電池法控制的 所以 欸咻 可以打開來看 這東西就是電池法 你知道這邊有個電池 這樣 然後 開關的時候 都會有個聲音 這樣 好 然後這裡 現在的灑水器是這樣子 然後 灑 不過這裡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現在去看 這就是我的出不過阿圖 然後 我們現在可以先去看這個水 出去之後 會去哪裡 這裡就是水源過來 然後這樣下來之後 就轉我們的三通街頭 然後往右邊的話就是 這樣子 這個 是灑這個的 然後 欸咻 這個是灑那邊的 灑這裡的 嗯 然後 這裡是尾端 灑這棵樹 好 然後 就這樣 然後這邊 三通的 那個另外一頭 是往這邊走 這樣子走 然後看到第一個灑水器是短的 這種 然後它是噴那棵樹 然後第二棵灑水器是這個 最長的 最長的 它是噴這棵樹跟那個九層葛 嗯 走秘境過去 然後再走 再走 這邊 過去 然後這個 中型的 然後它是噴 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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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扇形 很很遠 好 再走奇怪祕境 嘿咻 嘿咻 好 然後這東西 轉彎 轉彎處 轉彎處最好用個石頭擋住 不然會很麻煩 好再來這個 吃噴這裡 你看 這棵樹 看的比較細 然後這個 是閃這棵樹 然後這種東西 是可以調角度的 可以0到 360度可以調 這樣 然後下面這邊可以調它的那個 從哪裡出發 都可以調 都可以調 嗯 調回來原本的款式 等一下它下去的時候可以看 我們看這個最高的好了 嗯 我找一個高的 因為它這樣下去比較不行 因為 就是短的那個 撒水器 它就是 下去跟上岸那個 弧度沒有那麼高 掉了整整的高度 好 就像這樣 撒完了剛剛好 就像這樣子 就是 下了 剛好撒完了 好 然後它就是撒的時候它會像這樣 就會整個伸起來 然後伸到剛剛那麼高 這樣 好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分享加訂閱 還可以開啟小鈴鐺 我就不會漏掉我每集的影片喔 嗯 就等一下就有撒水器要拆除 有點累 好 拜拜